神机接连遭到东莞在两兄弟轮流算计 发誓定要对方付出残痛代价 在这之前决定将火器全部撒在你身上 与此同时 东莞在发现阿明在跟警方合作 将其拉到小县一通教训 阿明身为高材生 向来看不起古莞在 更别说这位蹲过苦药的大哥了 两兄弟话不投机半句多 争吵一番分道扬镳 此时阿明还不知 山姬已被警方放走 为尽早解决父亲的葬名 他背着东莞在 联系上了父亲以前好友龙叔帮忙购买花圈和棺材 后者十分讲义气 即便山姬下了命令 依旧决定帮阿明一把 谈好要货的时间 阿明先走一步 可他前脚刚走 山姬手下便持刀杀来 可怜的龙叔就这样命葬当场 阿明听闻动静回来探望 结果只看到了已经变成七块八块的龙叔 而他自己也被山姬手下挟持带走 听闻弟弟被抓 东莞仔只能拜托元老们出手 众人一起来到山姬地盘 质问对方为何一大欺击 山姬微微一笑 立马将阿明与警方合作 逮捕自己一事说出 出来混黑帮最机会的就是与白岛合作 阿明这么做显然犯了帮规 元老们听后也没了办法 纷纷沉默不语 山姬健壮反倒装起了好人 表示东莞仔只要答应将父亲火化 那就可以看在干戈面上放过阿明 虽然跟这个弟弟相处不到几天 但始终血脉相连 东莞仔别无他法只能答应 众人再次回到火葬场 阿明倒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反而觉得这么做非常合适 毕竟对于自己而言 论文才是重中之重 收拾行李打算火化了父亲便回到美国 可就在尸体即将送往火坑之际 山姬小弟却忽然说道 藏哥现在改变主意 要给他风光打葬 翻来覆去的这变故 让阿明彻底怒了 一会大葬一会又要火化 那他论文还写不写了 一怒之下对着山姬小弟就是臭骂 大红过来劝阻 也被跟着一顿训斥 你们射团的人是不是都发神经病了 你也是啊 你说说 我说错了吗 你说 他在射团的 两兄弟争斗让大红心脏病发陷入昏迷 母亲的倒下让东莞仔和阿明冷静下来 而山姬之所以反悔 可不是真心想替干戈举办葬礼 而是元老们在背后买通宝舍 放出新闻称山姬背心起义 逼迫东莞仔两兄弟火化身为社团元老的父亲 为避免名声受损 山姬打算将即救济 亲自花钱替干戈举办葬礼 而且要办就要办得盛大一点 直接请来全世界黑帮一起参加 来一个世纪大葬礼 什么黑手党山口组竹联邦全都邀请过来 如此这般既能让质疑自己的人闭嘴 还能接借此增长自己的名望 落得一个最讲一气黑大佬的称号 画面来到医院过道上 大红病情好转没有生命危险 两兄弟终于有机会能坐下来好好谈话 东莞仔将父亲一声告知给了弟弟 说对方从江湖上人人敬仰的狠角色 一步步远离黑帮做回了普通人 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员在美国的阿明 也是为了全家能够早日团聚 奈何命运捉弄成了如今这样的局面 阿明也不是没人性的畜生 渐渐意识到了错怪父亲 兄弟俩把话说通关系挥满 为了避免父亲葬礼变成山鸡炫耀的工具 他们潜入火葬场想将遗体偷走 谁知山鸡起高一招已经料到 暗中带人埋伏挟持了他们 说起来干戈葬礼怎能为两位儿子参运呢 东莞仔和阿明自投罗网 反倒给了山鸡完善葬礼的机会 葬礼前夕 全世界的黑大佬悉数到场 考虑到山鸡掌控了全局 元老们算是全盘皆输 最惨的当属东莞仔两兄弟 跪在父亲一向面前哭也不是 不哭也不是 怎么样都会被山鸡利用